人家有車我沒有 人家有房我沒有 人家有的我都沒有 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做 埃索羅姆斯 等一下我看一下他的死聽頁面介紹 作者說 我發誓 是他們強迫我做了這個遊戲 救命啊 所有的圖像跟動畫都是手繪的 所以說這個世界上 有人 甚至說有一個團體 在脅迫遊戲作者做一些恐怖的糞便 是不是啊 呃 這什麼東西啊 你在幹嘛 這根本就是在 打爛 黏土而已嘛 完蛋這是那種視覺獵奇 給你們知道嗎 思想獵奇 我把我做好所有的東西全部打爛 把我的做好黏土車車打爛 把我做好的黏土高樓大廈房子也打爛 怎麼不舒服 欸你仔細想 你們小時候玩黏土的時候 是不是捏捏捏捏捏 然後就打爛對不對 或者是 你們手上拿新買的娃娃或者玩偶 你們是不是有時候也會這樣捏捏捏去 然後打爛這樣 這樣捶對不對 對不對 沒錯嘛 這什麼東西 畫面好噁心喔 黏土電子機 為他吃飯這樣 到處看看 他的血量一直在少欸 好我要維持他的血量啦 他每做一間日常 例行公司 他的血就會少一點點這樣 一天做完了之後 開始睡覺 欸你們看這個月亮的臉 有夠杜爛的 睡覺 好小喔 正者 嗯 拿起來喔 有一扇門啊 你是要用木板釘起來 還是要用鑰匙打開 開啟新的未來之類的 先打開看看 靠杯喔 咳咳 咳咳東西 開了嗎 他在幹嘛啊 有五個鎖但是我只 好 where 出去玩囉 啊啊啊啊啊門把我吃掉啦 能不能再揍我救命啊 什麼東西啊 他開門出去想要面對新 的事件結果卻被現實世界打了回來 對不對 現實世界太恐怖了 比如說今年也有新的畢業生要出社會了嘛 他們帶著滿腔的希望 熱情 到了社會 結果馬上就被現實揍了滿臉都是包 幫他把枷鎖剪掉 他怎麼剪不掉啊 那小意思 可以得啊 嗯 這個算是什麼啦 他 他什麼的負擔啊 感情負擔 家人負擔 還是什麼的負擔 他要 完全切離這些 枷鎖之後才能往前進喔 想殺小 我們現在是在養這個小黏土人 可是怎麼感覺好像體會了一大堆的 社會現實啊 防 防貸 蛤 可惡 街頭霸王 這該不會也要接上去吧 這太陽好噁心喔 這讓我想到了啊 那個 你們知道youtube上面有一個 企鵝家族的 自己改編的 怪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過啊 youtube上面 那個就是黏土動畫沒錯 然後你會覺得好噁心喔 黏土做出來的東西 然後在那邊搞得亂七八糟的感覺 好恐怖喔 月亮跟太陽合在一個人的身體上嗎 代表他每天生活都是一個煎熬 從白天折磨到晚上 再從晚上折磨到白天 然後一直在 對啊就像你們講的啊 在精神蠶食這樣子 一直在承受的壓力痛苦 這個解釋你們覺得可不可以 然後到最後頭爆炸了 因為你受不了了嘛 啊就咻笑了啊 瘋狂了 看書 本書怎麼什麼都沒有啊 是潛意識與顯意識的 爭奪 這邊啊 沒想怎麼講都可以 這看起來怎麼有點 真的像企鵝家族啊 他就黏土動畫嘛 他在跟我講說 來啦喝啦走啦走啦吃啦吃啦 這樣子 那我可以接受朋友的 誘惑或者是從門走出去這樣啊 喝啦喝啦 喝喝喝 耶 來啦來啦 我可以拿這個酒瓶砸他頭嗎 等清醒過來 發覺連續三天的豪影 痛苦的 痛苦與後悔 在地上到處打滾 手上的貝莉卡只剩下三百 這什麼 你在幹嘛 這超小的 捏他 捏他 你在幹嘛 蛤 想要一個新的臉孔 面孔 就是說想要逃離現在的生活 想要開始新的人生 剛剛那個 他想要把自己的 人生 化掉重來 對 這什麼 燈奧到不行欸 這個game 可是也好像 好像還看得懂你知道嗎 這個是我們的手機啦 這個就代表我們用手機發了一些很傷人的言論 我們原本是沉默的 然後瘋狂的護嘴對不對 在網路上啊什麼的 你們知道嗎 陳就叫做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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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大堆廢話 好讚喔這個game 用超現實的方式描寫了我們痛苦的現實 讚 嘴爆 刷牙 這幾牙膏也有什麼寓意在嗎 牙膏等於我 我們刷牙的時候就是牙膏在牙齒上面錄來錄去嘛 把人 把人刷掉 這什麼意思啊 他不就刷牙膏 好 失望 失去 欸 剛剛刷牙這個跳來跳去是不是 等於是一個 你原本想要照著生活的步調好好的前進 結果 卻被現實的重錘給dance了 你沒辦法再照著自己的計畫往前走 是不是這樣子啊 好會推理喔 現實把你按在地上摩擦啦 懂不懂 對壞人開槍 對壞人開槍 這什麼意思啊 再把自己放了 為什麼要這麼認真 這個事情用什麼啦 在社會群居中 你就好像一個正義魔人一樣 遇到不順眼的或者是看了什麼小事情對不對 你就忍不住想要去傷害他人 不停的檢舉 看到有什麼違規你就檢舉 結果到了最後自己才是受傷的那一個 我好會解釋喔 好棒 阿這又是怎樣 大小 吵 阿這屁人 阿這屁人 半熟 你們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剛剛 剛剛罐頭那個代表說我們活在這麼壓力大的垃圾社會 承受這麼多壓力 然後每天還要吃一道的化學垃圾食物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 因為你的錢只購買這些廢物而已 好嗎 了沒 邪惡Ending 什麼東西阿 這遊戲怎麼越玩越猶豫阿 我要怎麼去 比較 Good的Ending阿 他們叫我喝的時候我不要喝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個提示阿 再玩一次 第二次玩的時候你就知道 打這些黏土有多爽 看著他們一個一個好好的樣子 然後被你打扁 開始紓壓中 你們知道這遊戲多少錢嗎 二十塊 我打爛的這些東西都不是我所擁有的 人家有車我沒有 人家有房我沒有 人家有的我都沒有 這樣全部打爛 不合 來幹 他不喝還是被 被蓋 嘎掉阿 浪費才能 什麼意思阿 這不是真的有東西可以選嗎 那我把這打滿看看 蛤 別的選擇可以選 但是這個過程有影響嗎 但是這個過程有影響嗎 衝進他嘴巴裡 蛤 社交乳蟲 大家都戴上了假面具 通往地獄的門票 通往地獄的門票 什麼意思阿 什麼意思阿 他等於是一整個過程嘛 有左跟右的選項 你一路如果 選左比較多 那你就是進到這個結局 選右比較多 就是進到另外一個結局 但是我沒辦法知道說 欸我現在選的到底是左還是右 你們知道嗎 他如果能夠仔細的標示出來說 喔這就是A路線 你選了A 你選了A 你選了B這樣子 啊我就選不到阿 那就算了吧 你們去Youtube看好了阿 我大概的講一下 這個遊戲給我的感覺就是 你們看到最後 他是不是在內心挖出空洞 然後我們進入他的內心 內心是不是一顆地球的東西 他的宇宙 就代表 我們把自己的內心抹滅了 我們自己心中的宇宙沒有了 這樣子 他把地球這樣抹掉了嘛 就失去自我了 你們覺得這個遊戲好玩嗎 我覺得好現實欸 你仔細想的話 當然笨蛋是想不出來 是無所謂看不懂嘛 你是不是覺得 哇有黏土欸 好獵奇喔 哇好驚悚北七喔 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笨蛋是看不懂的啦 但是玩的過程中我就跟你們講 這大概是怎麼樣 剩下就自己去體會了 可以嗎 直九元的遊戲 好有趣喔 來啦 喝啦喝啦 來啦來啦 這樣子 好啦我知道你們看不懂啦 我也不要勉強了 好不好 無聊 啊你就看不懂啊 那能怎麼辦嗎 我先把這個關掉了啦 還不錯 我覺得 黑暗系的 憂鬱遊戲這樣子 是吧 做到來啦 是嗎 呢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